大家好,我是Dan 大S苦之鸟被汪小飞利用的新闻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愤怒 该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思维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汪小飞公司旗下的抖音账号的最新影片 出现了大S与苦之鸟的幸福照 以及汪小飞吃杯面的照片后写着 大S背抱怀孕已经三个月 为苦之鸟再度破底线 汪小飞,我都心疼我自己 我就是一个卖蒜辣粉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看到怀孕三个月后本来真的有很高兴 这前夫怎么这么肮脏 这前夫怎么还这么肮脏的利用前妻呢 前夫真的是个垃圾 大S与苦之鸟不要管那种人 要继续幸福 听说大S因为曾经流产第三摊 现在也在吃药 竟然利用假怀孕 真是个疯子 越来越变垃圾了 真的离婚离得很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消息 10月15号 小S在IG上传了苦之鸟亲自下厨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兄弟 为什么你爱我的姨 不是我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她很美丽 那我呢 很爱 她是神经病 可爱 小啰嗦 可是我是漂亮的神经病啊 漂亮的神经病 好笑哦 她是英国人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许席帝对于姐夫的满足度好像是百分之一千克克 怎么看都觉得许席帝的性格很好 如果我看到一直以来心累的姐姐这么幸福的话 我也真的会感到幸福的 这家人都太有爱了 看来许席帝是真的不喜欢前姐夫吧 能看出妹妹真的很爱自己的姐姐 所以真的很喜欢让自己姐姐幸福的姐夫 这对情侣虽然也很可爱 但是这小姨子最可爱 继续为我们带来幸福的消息吧